在见爱人3已经开播 三对爱人想离婚的问题被铺开 还有多个嘉宾在观察室解读 特别变手傅首尔和老刘 刘毅也想离婚 随着老婆事业发展得更好 老刘却甘于平庸享百滥 其实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他有点消极代工 傅首尔和老刘是长达15年婚姻的夫妻 两人以前离过一次婚 后来再次复合 现在两人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所以上节目录制 让大家支招如何修补婚姻 两人都没有出轨 问题集中在老刘 老刘有点消极代工不作为 让傅首尔很不满 老刘已经对傅首尔的成功 没有感觉 与自己没有关系 傅首尔不理解 认为是夫妻 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老刘认为傅首尔不再需要自己 以前两人还会商量 现在都是和公司商量 所以傅首尔的成功 和自己没什么关系 他说的也对 傅首尔现在的成功 的确和他没什么关系 但一般夫妇会认为 老婆成功了 老公应该为他感到高兴 老刘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没有参与到傅首尔的工作中 老刘认为 离婚会对傅首尔产生影响 而傅首尔却是这样认为 如果离开 能够让老刘感到快乐 他其实不怕影响自己 毕竟老刘要追求幸福和快乐 长期这样压抑下去 肯定会不开心 因此傅首尔会因为这事 有点愧疚 傅首尔似乎谈到老刘存在的问题 他的执行力很差 曾经让老刘学习写剧本 结果老刘没有坚持下去 他自己也承认 所以这可能是傅首尔 对老刘失望的原因 傅首尔一直积极乐观进取 不断追求事业的巅峰 而老刘掉队了 还一塌糊涂 因为有傅首尔的努力和成功 家庭的生存不是问题 刘逸就感觉自己 为家庭做的事越来越少 情绪就会变得低落 好像被遗弃 傅首尔希望老刘 和自己一样进步 同轨道前进 并且说 如果分开老刘的执行力会提高 分开未必不是好事 老刘回忆以前开始恋爱的时候 双方都忠意对方 而老刘因为着急上厕所 让傅首尔以为不喜欢他 现在知道 当年他们也有过美好的爱情 并不是开始就不爱 而是捆绑在一起 傅首尔说出自己真正想表达的东西 他其实一直在给自己找各种理由 这样生活在一起 担心会给傅首尔 以及孩子带来负能量 没有积极向上的东西 也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李静说出老刘的心声 他不是不爱傅首尔 而是更爱自己 把傅首尔放在了第二位 因为爱自己 所以一直没有走出舒适圈 傅首尔需要老刘不断地调整不发 这样才能齐头并进 但老刘掉队了 谈到这些内心深处的东西 老刘爆哭 傅首尔赶紧去安慰他 看得出来傅首尔还是爱老刘的 可能想和他分开 但毕竟有15年的感情生活 也是不会残忍看着老刘无助的痛哭泪流 老刘知道自己的癥结所在 表示自己的表现让傅首尔很失望 其实也给过很多机会 但坚持不下来 自私了很多年而不知 就觉得自己挺差劲 傅首尔认为自己可能给老刘压力太大 让他心理负担加重 离开也未必是坏事 老刘通过对自己的检讨 不再坚持离婚 但傅首尔似乎想通过这件事 让老刘支冷起来 所以他还是坚持要离婚 老刘还演唱了当年 给傅首尔演唱过的英文歌曲 其实表现还不错 大家听了都满面泪流 实在绷不住 老刘可能心里有节 眼见傅首尔不断成功 自己却一事无成 而且老婆交代的事都没做好 感到失落自我封闭 其实老刘就是在吃软饭 为孩子树立榜样 老刘也应该为家庭的幸福 贡献自己的力量 尝试着去改变和努力 他一定会让傅首尔为他骄傲 后来吃饭 老刘会主动去帮老婆弄饭 这已经是一种习惯 没有问对方 而是把一切都做好 让傅首尔心满意足 老刘还年轻 应该拼一把 发挥自己的所长 在傅首尔的帮助下 一定会成功 傅首尔能言善辩 很会做别人的工作 相信他能够解决好自己的婚姻 即使最终离婚 两人应该也是高兴和快乐的 因为他们找到婚姻存在的问题 有能力去解决 放过彼此 给对方重新选择的机会